大家好,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甄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甄迪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話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希望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就說一下歐盟預算盤又打不響 那是什麼事呢? 原來歐盟國家的環境部長 就放棄了一個重要承諾 就是提前減排目標可以實現的承諾 因為之前說到我們提前怎樣怎樣 因為歐盟要做環保事業的領導者 事實上他們之前都做得挺好的 這個也是現實 他們很多事情都挺注重環保的 有說過一句 在三個國家反對之下 其實另外兩個國家我都覺得挺正常的 就是波蘭和匈牙利 但沒想到意大利也反對 在這些重要成員國的反對之下 為什麼說重要呢? 當然是,匈牙利經常作反 當然是重要的 在他們反對之下 其實歐盟國家的環境部長 是放棄了提高溫室氣體排放目標的承諾 當然在圍繞歐盟將向即將召開的聯合國氣候峰會提交提案 圍繞這個提案進行了很久的討論 很多國家猶豫不決 歐盟國家的各位部長 所以放棄了提高溫室氣體排放目標的承諾 就是這個這麼重要的承諾 就不理了 之前也說提早 提早承諾就不知道行不行 但提高 這個減排的承諾就已經不行了 盧森堡的討論會議 幾個國家反對 剛才說過波蘭、匈牙利、意大利反對 歐盟到2030年的排放目標 相對於1990年的水準 是從55%提升到57% 即是一減不減多2% 2%都不是那麼容易 關於逐步淘汰 石化燃料 其實他們 都是有激烈的 辯論 現在石化燃料是有增無減的 這兩年因為我很討厭 有些甚至關閉了的 燃煤發電廠還重開 也為歐盟的國家 繼續燃燒污染的石化燃料提供了機會 只要排放得到控制就可以了 之前那些很 嚴厲的措辭全部刪除了 各位部長也同意 在本世紀30年代建立一個 完全 或者是主要去碳化的 全球電力系統 也說不應該有新的空間 讓煤炭可以繼續使用 但是很難說 如果有什麼東西 我會戰爭 或者什麼什麼戰爭 或者什麼大事件 你就很難說 歐盟的立場 其實對於 將在11月 11月開會 想想 現在已經 10月中後了 在11月 居然是阿拉伯國家 這個 阿聯酋的杜拜開會 會不會有些危險 舉行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設定的目標很重要 在接近200個參與國當中 歐盟通常是 推動 這個減排 最 大力的 領導者 但是 主持這次會談的西班牙生態能源 轉型代表 李維拉 他就說 成員國不想製造任何混亂 所以之前的57%的承諾 就做不到 被迫放棄 這樣也很正常 因為你全部要投票 投過了 他們都說 現在在他們要交給 這個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的文件當中的措詞 其實改了 張歐盟 我們本來都已經是 我們本來都已經是 超額完成任務 好笑 本來的超額完成任務 沒理由超額完成任務 是鬼嗎 別人不答應你 當然敢說 丹麥全球 氣候政策部長 若根新聞 或者是左真訊 如果是廣東話的 是左真訊比較多 放棄更加 紅心撥撥的 目標 這個也不是一場災難 你自己放棄了 就說不是一場災難 但是其他國家 如果他們做得 稍微不好一點 或是不合理 你這樣不行 令到全球會帶來一場災難 你很喜歡這樣說 關於融資和可再生能源的目標 這個承諾 會令到我們 會有最強 而有力的指令 我們本來 因為他現在 是不 順手這個承諾 我們本來已經是 我們 歐盟 在簽約方 會議之前 已經是做得很好了 已經向全球發出 最強而有力的指令 我們已經是最好的了 所以 不需要 最最好 最好就夠了 這個好笑 另外 左真訊和南非的 環境部長 Krissy 在現在 對全球進行了 一個 討論 評估過國家距離2015年 巴黎 協議 巴黎氣候協議 所建議的 目標在多遠呢 他們 目標就是 要將全球變暖的 程度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 當然 現在目標究竟是多遠呢 以 目前的工業化 速度來看 以及從以前工業化的時代來看 全球溫度已經升了1.1攝氏度 現在 行不行 連點式攝氏度 其實也很難遏制 看看現在是甚麼世界 峰會的目標亦被認為 是丹麥和荷蘭這些更有 雄心壯志的歐盟國家的一個契機 可以體現到 其他國家對氣候 目標的承諾不如這些國家 即是覺得我們比你好 歐洲的標準一直是比其他西方國家高一點 但有時候太高 你說環保高也不要緊 但是你要做到 很明顯現在就做不到 之前的政策沒有考慮到俄烏戰爭 是呀 一定會托慢 你又要擺脫這個俄能 又說要搞 中國的風力發電機組 更加慢 所以你的計劃會更加慢 還要查中國電動車 你做這些 你說是保護當地的 業者 但是具體的效果應該就是會減慢能源轉型的速度 這個就是 具體實質的效果 雖然 波蘭選舉之後 可能就會是 聯合政府 以及政府會比較注意環保 因為它是自由派 所以 他們覺得 波蘭可能會跟歐盟一致一點 不過 你不要忘記 波蘭對煤炭的依賴還是很深的 當時在戰爭的時候他們不是去其他地方買煤炭的 被人騙了 很慘 被人騙了 買了石頭 很慘 根據之前的出口調查 你知道一件事 波蘭 它其實 也有進口多了煤炭 原來有些幫澳洲賣 然後 瑞典也表示 對於波蘭來講擁有一個如何處理氣候問題 更加務實的政府才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方法 現在 更加務實政府應該是指陶斯克 歐洲 理事會前主席 除了波蘭之外 匈牙你一向都擋你 他也是一樣的道理 跟波蘭一樣 我們不可以 這個國家 貝炭便宜很多 民眾沒有錢 你換租吧 是嗎 你叫呂鳳換租 非常難 因為現在也分心不下 另外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最初 拒絕批准歐盟的 交上去的文件 除非你答應 答應他 另一個談判 就是另外一項重型汽車立法 允許將 由有機廢料等材料造成的合成生物燃料 計入碳排放目標 當然現在這項 計算進去 他們會比較容易 意大利的重型汽車輛法 其實 的立場 跟德國是一致的 德國今年取消了對歐盟 2035年 禁止內燃機的 支援 本來他們說2035年不可以再有內燃機 即是這些 用 汽油和柴油的 汽車 但是他們就不需要 他們就覺得 電子燃料 應該獲得更加大銀行 不然我就不簽 之前他們也跟法國 有喊煞 因為法國就覺得 核能都應該是補貼他們的 德國就說不行 這些分歧 亦都使得 這些 重要承諾 不單止是這次 對能源提高 目標的承諾是達不到的 其實其他承諾都很難達到 因為 始終每個國家 你知道鵪宏有件事大壞 貧富懸殊很大 貧富懸殊大之下 有些人覺得我先搞經濟 我真的不行 好像你什麼都綠色能源 很貴 你德國有錢 我們沒有 老闆 匈牙利和波蘭 他們說的不是沒有錢 2014年的時候 意大利 成為首個 強制要求使用生物燃料代替 汽油和柴油的歐盟成國 所以 亦促使他們國內生物燃料 的產業 非常蓬勃發展 顯著增加 那些業績的 當然 為何以前沒有那麼大分歧 兩件事都很討厭 第2件事 第2件事和第1件事是有關的 因為你制裁俄斯俄斯反制 你的能源貴 能源貴 通脹 在高通脹 和其他的不利條件 全世界的不利條件影響之下 其實歐盟的民眾都擔心 失去工業競爭 能力 因為現在的燃料很貴 好像德國那樣 全部都是燃料密集的工業 多的 好像玻璃 化學就是其中一個王牌的工業 都要去風險化 離開歐洲 別騙了 沒錯 巴斯夫就是 去美國和中國投資 沒有辦法 這些能源那麼貴 他們生存不了 我最記得有8年企業都收拾了 因為能源貴 看到通脹和俄屋戰爭的 外部 不利因素 令到歐盟 成員國之間 根本達不成這些紅心勃勃的 氣候立法 包括法國在內幾個成員國就擔心 削減城市巴士排放目標 過於嚴厲 會令到 大家都很難搞 會貴 其實清潔能源 不是沒有技術的貴 不過你也可以這麼說 技術未到先進度 可以大規模量產 所以都是貴的 而且你們就說查什麼 等陣又說查 中國大陸的 降伏板 要不就是 風力渦輪發電 裝置你又說查了 什麼差你都說查了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對於 清潔能源轉型 還有 中國電動車你都說查了 亦都 扮成這個特斯拉 亦都扮成你們自家企保馬 雖然 現在聯合國 第28屆氣候大會都沒有什麼名目 因為現在 整個世界焦點都在尾巴衝突 沒什麼人來這件事 是很心酸的事 如果實現 碳排放目標 我相信 不單止歐盟要做事 其實整個世界都要做事才行 好 今次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 行 不旦 拜託 拜託